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一起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最新民调显示 大多数加拿大人 包括许多自由党过去的支持者都认为 总理特鲁多应该辞职 不应该再领导他的政党参加下一届的联邦选举 ABCUS Data的最新全国调查显示 当被问及特鲁多是否应该再次竞选时 56%的受访者表示 他应该下台 只有27%的人认为特鲁多应该留下来 17%的人不确定 2021年大选中投票给自由党的人中 28%的人认为特鲁多适时后离开了 52%的人认为他应该再次参选 在支持自由党的人中 20%表示 他们不确定特鲁多是否应该继续留政 该调查于8月18日至23日进行 包括2189名成年人 数据按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和地区加权 ABCUS Dat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vid表示 民调数据表明 许多加拿大人希望特鲁多的时代结束 这对自由党人来说是令人震惊的 民调也显示 自由党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于保守党 David说 如果他们认为民调已经触底 那么也许还没有触底 在好转之前 情况可能还会变得更糟 根据最新民调38%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今天进行选举 他们将投票给保守党 而自由党的支持率为26% 这是自特鲁多2015年担任总理以来 自由党支持率最低的一次民意调查 该调查还显示 新明初党的支持率为19% 领先于绿党和极右翼人民党 这两个党的支持率都是4% 选举结果中的另一个趋势对自由党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 加拿大人对保守党领袖伯理智越来越友好 34%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对这位保守党领袖有正面的印象 这比本月初的调查结果高出4个百分点 David说 这表明保守党试图给这位党领创造正面形象的努力正在奏效 自由党经常将伯理智诽谤为政治煽动者 最近由伯理智的妻子解说的一则电视广告 将他描绘成一个关心他人努力工作的居家好男人 David补充说 这次民调所描述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改变 自由党并没有输得一塌糊涂 依然有4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考虑投票给他们 但他说 风险在于目前的形势会巩固人们对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 和伯理智领导的保守党更持久的印象 加拿大BC省的一名男子因为被好友嘲讽 疼老这么大还只能开他妈妈的车 一怒之下猛踩油门 结果意外翻车 自己没事 好友却下身瘫痪 双腿毫无知觉 这名司机最终被判赔给对方610万加元 据悉近日 BC省最高法院判决了这起案件 事件起源于2019年3月 被告理查德·麦克·莱伦 从他母亲那里借了一辆福特皮卡车 理查德开着皮卡去接好友科迪·萨莫斯 科迪当时正在修理自己的越野摩托车 两人本来计划去买点酒 然后回科迪的家中喝 理查德开着车 科迪坐在副驾 两人开车穿过圣约翰堡附近的旧堡地区 道路比较弯曲 法庭文件显示此时科迪开始嘲笑 理查德只能开他妈的车 理查德当下就怒了 猛踩油门 将皮卡开到1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开了几公里后 理查德发出了一声大叫 似乎受到了惊吓 皮卡车失去了控制并左右摇晃 副驾驶的位置都快超过车头 紧接着 车辆在沟渠中翻滚了至少一次 科迪被晃懵了 醒来时双腿已经失去知觉 并再次昏迷不醒 然而除了一些瘀伤和酸痛 外理查德毫发无伤地离开了汽车 随后理查德拦了一辆车求助 科迪很快被送往 圣约汉堡医院 后背空运到温哥华综合医院 科迪最终将理查德告上法庭 法官表示 因为科迪没有洗安全带 承担25%的责任 另外75%由理查德承担 法官判决科迪获赔610万加元 这则新闻里面实在是要素太多了 首先开车坐车都应该系好安全带 然后付驾的人还是不要招惹开车的人 而开车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赌气开车 有事可以等到安全到达以后再说 披露的政府文件数据显示 加拿大现任总督西蒙 在上任后的第一年旅行花费接近300万元 纳税人联盟呼吁联邦政府节省开支 应该先从控制总督的旅行预算开始 据报道 Simon去年乘坐飞机参加4次国外活动和17次国内活动 共花费278万元 由于2022年开支收据仍在统计中 这些数字可能还会攀升 加拿大纳税人联盟主管Franco表示 鉴于加拿大人目前的负担能力 这个花费数字令人震惊 Franco说 Simon总督应该有所需要的礼貌和常识 知道许多加拿大人正在苦苦挣扎 无力支付他那些昂贵的旅行费用 根据魁北克政团国会议员朱里 向政府提交要求后获得的信息 总督Simon在2022年有4次国外旅行的开支 其中3次是前往英国 3月14日至16日 西蒙前往伦敦 首次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然后是为期两周的中东旅行 此次旅程被媒体曝光 Simon和29名随行人员 在飞机上的餐饮开销接近10万元 其中包括食用昂贵的惠灵顿牛肉 生牛肉片以及超过500元的柠檬等配料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为政府应对措施 提供了一份说明写道 对中东的访问是在全球动荡之际进行的 凸显了外交和全球合作的必要性 该次旅行包括参加2020年迪拜世博会 会见卡塔尔和科威特的政府及王室成员 以及参观位于迪拜的空军基地等 全程总共耗资130万元 6月初总督去伦敦参加 英女王登基50周年庆祝活动 空中和地面交通费用为2.8万元 参费为3157.9元 在伦敦市中心的住宿为7193.9元 其他费用为13296.64元 那次旅行包括21512元的警察车队交通费用 以及一名GAC工作人员的7926元的机票 其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入住伦敦的费用为39,076元 另外还有Great Scotland Yield Hotel的201.77元的账单 三个月后 Simon再次去英国参加英女王的追悼会 这次机票费用为22,288.14元 其他费用为17,012.58元 住宿分为两家酒店 住宿费用分别为9960.84元和43,128.54元 Simon的第四次海外旅行是去年10月 去冰岛参加北极圈大会为期4天 总督府将其描述为展示加拿大在北极的领导地位 并加强加拿大在北方的其他优先问题 包括气候变化、和解、性别平等和青年参与 虽然大多数的活动都在距离酒店几百米的范围内 但总督府为豪华轿车服务支付了7.1万元 该次旅行的住宿费用约为11.8万元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告诉国家邮报 总督应加拿大政府的要求出国旅行 以促进加拿大的利益 作为加拿大国家元首的代表 总督在国际外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国事和官方国际访问 是加拿大参与国际舞台的重要方式 代表了加拿大的利益和价值观 他说这种国际外交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可能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根据之前的报道 前总督朱里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 就增加了300万元的旅行费用 前总督David-Josten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 国际旅行花费超过200万元 Franco说 很明显总督在旅行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但是纳税人从他们花费的数百万钟 获得了什么样的价值呢 他说总督府花费了太多的钱 而且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因此控制总督的旅行预算 应该是联邦政府节省开支的最佳选择 疫情过后对航空旅行的需求大幅增加 导致机票价格大幅上涨 但是随着夏季接近尾声 至少有一位航空公司的分析师认为 将会有一些非常优惠的机票交易出现 麦吉尔大学的航空管理教授 约翰·格拉德克表示 今年秋季对于下半年 有购票打算的人来说 将有一件大好事 Linux L宣布将开始从多伦多飞往洛杉矶 并提供25%的座位折扣 为此还举行了首行仪式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梅隆·麦克阿瑟表示 这给了乘客一个机会 他们可以以129美元从多伦多飞往洛杉矶 机票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太高 Linux希望通过提供经济实惠的机票 将这种情况改变 Linux L于去年进入加拿大市场 自那时以来增长了260% 麦克阿瑟表示 该航空公司注重低票价和客户服务 并表示在取消航班方面 是最少的几家航空公司之一 我们认为人们对性价比高的航空公司 有很大的需求 而我们是一家提供良好客户服务的航空公司 现在加拿大人可以选择几家超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包括Linux Failail Swoop和Porter 廉价航空公司对竞争有利 机票价格较低 但通常需要额外的支付托运 和随身行李费以及选座费 如果使用呼叫中心或需要改签 可能还会收取额外的费用 麦克阿瑟说 这就是我们能够提供超级实惠票价的方式 我们允许人们购买他们想要的 而不是他们不想要的 Linux L表示 他们还计划在今年秋季增加飞往 菲尼克斯 麦尔斯堡和坦帕的航班 这些廉价机票销售得很快 许多票已经被抢购 但如果您计划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旅行 不妨了解一下这些折扣航空公司 看看他们都提供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吧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